好,接下來我們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也是課本的一個像活動的東西 他說把一個硬幣像上面那樣子放 你看不到裡面有一個銅板 但是呢,如果你加一點水,加一點水之後呢 你的碗跟眼睛其實都沒有動 可是加了水之後呢,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本來在下面看不見,現在加了水之後看得見了 問你為什麼會這樣? 問你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教過的事情 原來看不見,後來看得見 後來看得見,為什麼會這樣? 帥哥9號 9號 為什麼? 兩個字就好了 女工長 折射 好,這樣講比較簡單,折射 加水之後,光線本來是要直直的出去 就到不了你眼睛 可是現在折射了,就能夠射到你眼睛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這個是從看得到 這個是從看得到 看不到變成看得到 以後我會給各位看一些影片是從看得到變成看不到 也是因為折射的關係 那以後再說 OK 好,我們開始做題目 這裡折射題目呢,基本上有兩種類型 這是第一種類型 就是畫一條光,入射光 問你折射線是哪一條 折射光是哪一條 折射定律第一點 入射線,折射線 跟法線在同一平面 這個在考試一定在同一個平面 因為畫在一張紙上嘛 不會有一個要翹起來 一個箭頭要翹在上面 不可能 但是還有一個要說 入射線、折射線要在法線的兩側 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要說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 代表光速比較快 所以呢 光在水中的速度比較小 比較空氣的小 所以它的折射角要變小 然後變小的時候呢 所以呢 從水中速到空氣要所謂的偏離法線 所以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B 答案不可能是C 因為C叫做沒有折射 只有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 所以也不會是A A是垂直入射 所以就應該直直的出去 不會有折射 那個豬看起來也非常怪異 所以應該答案就是B 答案就是B 就是第一種考試類型 給了一條入射線 問你折射光是哪一條 換各位吧 從空氣射到嘴中 給了一個入射光 請問你折射線是哪一條 折射線是哪一條 你答案選B 請坐下 折射定律 入射角 折射角 代表光速的快慢 空氣射到水中光速變慢 所以折射角要變小 答案不可能是B 因為B叫做沒折射 要垂直入射才沒折射 答案不可能是假 因為入射線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換來同一側不對 答案只可能是椅跟釘 釘是角度變大 表示光速變快不對 光在空氣快在水中慢 角度要變小 所以答案是椅 所以呢 我們這個就是答案選的B 這就是我們考試經常考的第一種類型 給一條入射線 請問你折射線是哪一條 就是我們的折射定的應用 OK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種考試的類型 就是給一張圖或給四張圖 或者給四張圖 然後呢就畫來它的折射情況 然後就問你誰的光速比較快 就是應用我們折射定律的第二點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光速比較快 所以這一題 我們全部的入射角都怎樣 一樣 全部的入射角都一樣 所以就知道折射角度 折射角越代表光速會怎樣 越快 光速會越快 所以呢 折射角就代表光速的快慢 角度越大代表光速越快 圖上面看來誰最大咧 豬最大 誰最小咧 A最小 所以呢 豬會最快 A會最慢 好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A 給的就是A 說A的光速最慢 那這個是給了一張圖 走了三個甲乙餅 好 就問你誰光速快誰光速慢 有的題目上面會著名角度 三十度六十度四十五度 那如果沒有處就是眼睛 用眼睛看 看出來他的小小度誰大誰小你就知道了 OK A 平車站接問 1號 你的答案 C 請說 你的答案選的是C 剛剛跟你講過的判斷方式就是角度比較大代表光速比較快 所以呢 角度越大光速越快 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丙的角度最大 椅的角度最小 所以呢 是丙大於甲大於椅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光速的方式 就是我們考試常考的第二種題型 給了圖之後問你誰的光速比較快 或誰的光速比較慢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